然後秋天的時候學習開始的時候 我們新生進來我們就會各方爬山的課程 那通常我們的課程是這樣 你看進綠島是下禮拜的事情 可是我們從前面從企劃書 一直到這個禮拜在談各個課程 然後再出發 然後再回來 回來我們還會有一個聚會 還會有一個類似米粉的聚會 所以這個課程其實不是只有 出去的那一段時間叫做活動 它其實鋪陳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它的尺度不是像一般說 我們報給旅行社就是那兩天一夜 那兩天一夜這個樣子 那寒假 暑假的時候也是一樣 或者是上學期的那個爬山的課程 我們小朋友每天要跑山的跑三千公尺 就是說這些騎單車的 或者我這種課程 其實孩子的體力是最低的門檻 所以孩子的體力最低的門檻的情況下 每一天孩子都要跑三千公尺 你一定會想說他們可能跑嗎 只要跟我去過任何四個活動 任何一個活動的小朋友回來 他都會告訴你 不跑自己就照樣 就是說他自己沒有一個好的體能 在這種課程他根本受不了 明天我們要 我們要開始第一次的入騎 組完車了嘛 然後就要開始騎腳踏車對不對 我們要騎到保二水庫 你們如果明天來 你們看看 你們來騎看看 我說常常說你能夠騎過保二水庫 環島都沒有問題 那個坡度之陡那是長 所以你知道那一路下來之後 還是很疲憊的 牽著腳踏車回來的時候 他心裡在跟他講說一定要運動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不是一種懲罰或約束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他會想 真的沒有體力還真的不行 沒有體力還真的不行 所以長期下來我們發現其實 這樣的課程裡面從孩子去聽 去學 然後再去用 然後去反思 是一個很實際的一種學習的歷程 所以這裡面誰最不適應呢 老師最不適應 因為老師不會跟著我們一個螺絲 一個螺絲走腳踏車 老師在爬那個坡的時候 最容易放棄的就是老師 所以到後來你知道 你去環島的時候 千萬不要以為說 我們學校裡幾個老師這樣 很難啦 太困難了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整個系統裡面 慢慢培養出來的是 我自己的學生才是 隊伍裡面最重要的 整個活動在操作的中間的幹部 第一次參加活動的 他就叫做組員 第二次小隊長他可以一個人管五個 所以我們一小隊有十個人 裡面有兩個小隊長 所以第一次他活動是組員 第二次他就是小隊長 防禦的 第三次 如果國一國二 國三喔 國三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當一個中隊長 中隊長就可以管二十個人 畢業了他就可以當做大隊長 大隊長他就可以管兩個中隊 四十個人 所以我們的結構上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他有從組員第一次爬山 第二次爬山 第三次爬山 第三次爬山 第四次 所以你知道齁 這一些人對於很多人來講 其他的我們都不知道了 可是對於這些小朋友來講 這些路線這些情境對他而言 他已經是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的熟悉了 他遠勝過老師對這個環境的福利 所以他能夠掌握戶外的那個安全的那個邊界 他反而比老師還更遠 所以說其實這幾年我們在做這樣課程的時候 我們的安全的界線是這樣建構出來 否則你想想看 我去年暑假帶一百五十個人在單車環房 一百五十個人 要多少老師才夠 其實我們嚴格算起來 我們才五個老師出去而已 四個老師 另外一個是 外聘的一個向導 對不對 在前面騎的 對不對 其實我選擇老師只有四個而已 那所以說其實 老師的角色不一定要下去跟他騎 腳好像是跟他爬山那麼痛苦 沒有啊 很多事情都來不及了 但是小朋友可以 小朋友可以 所以我們透過這種規劃 把 把老師的角色 把它抓出來 然後把學生 不同經驗值的角色 然後再把可以連結的平台 把它建構起來 那這樣一個課程就很 比較完整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來五十台 都要 去要一百 回來也要一百 然後呢 以前都是細心袋 以前我們是叫單車打包 是用細心袋 背 上遊覽車 直接到綠島 可是那是什麼 那個年代是做三十個人 四十個人 現在一百多 一百多個 我得去 我們都從台南叫一輛 那個十七噸的卡車 他來的時候 他兩邊可以打開 直接把一百五輛彈車給他 然後直接送到馬 當然也可以從這邊騎到那一邊 可是就是說我說的 其實我們寒假的時候 對很多小朋友都其實是第一次騎單車 我們 我們 我們希望是 他去綠島回來之後 到暑假才來做 這種 大 大的環島的課程 所以 航家這一段是 交通通 交通怎麼安排 我們就先坐遊覽車 到台南 到 到台東 到富剛 到台東 住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就上船 他連單車一起進綠島 對 那 那時候在綠島就是 我以前進綠島是坐貨車 開始我沒有發展單車的時候 我進綠島是 借一輛那種 發宅啊 305噸的 那種貨車 他們就說藍色敞篷車 其實就是那種 那種車 然後載了二三四個小朋友在上面 那個不可能變成課程 因為第一個他違法 對不對 第二個 那個風險太高了 對 那 那你想 進綠島要騎摩托車 那他們怎麼可能騎摩托車 那你就是 你要 你要50個人 你要找50個騎大人 大人 大人載他們 那也根本不可能 對 那最後最後想到 那就是騎腳踏車 對 腳踏車就沒問題 那比如說單車技能也是 因為我的小朋友其實他是一個混靈 所以有一些人他單車已經很熟悉了 所以他們等一下 教室裡面都有一個 他們每一小隊都有一個秘密基地 他們學 學長學學也教學弟學 所以我們像我們現在做加盟店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希望不是只有老師來 我還希望學生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課程的成敗有一半在學生身上 就是說 你要把角色做清楚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是在訓練一個全能的老師 因為你要把老師訓練到全能 那不符合那個成本 然後訓練完之後他也來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在談的是 老師有老師的角色 學生有學生的角色 所以我們在加盟 在合作 在所謂協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大家有的概念是 其實這裡面在談的 不是只有老師還有學生 換個角度 學生是學習者 老師也是學習者 所以我們要的就是 你來的時候 你至少帶一兩個學生進來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明年這一兩個學生 他回頭可以帶你的學生 對 所以你看隔壁的龍山國小 他第一年跟我做的時候 其實只有八個人 今年他們就做到三十幾個 那你知道那八個人 小六的 一畢業之後 進到我學校裡面有六個人 六個人裡面 一進到我的學校國一的時候呢 爬山就當小隊長 羨慕多少國一的新生 你知道 然後呢 去年我們在做的時候是 他小學生做的時候 我的師事要過去幫他們講解 今天不用了 他自己的小隊長 就回到他自己的學校 母校裡面去跟學弟學妹做活動 那孩子跟孩子講話齁 比老師跟學生講話好 那效果不太一樣 而且小朋友他們會 會有自己的經驗 會有自己的體驗的歷程 對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做這樣 所以他們第二年 他們整個就非常的 結構已經很快 你看我走了十二年 我走了十二年 我們是從 從邊緣的孩子 中途班的小朋友 然後再做支援班 然後再做小規模常態 再做大規模常態 光這樣就要花掉四五年的時間 對不對 你要進到一個真正所謂的校本課程 跟一個特色課程 大規模的 對不對 我至少要走五年才能進到大規模 那因為 因為班級經營 因為學生的管理 本來就存在有一些極端性的問題 所謂極端性的問題就是 那百分之三的 那個後面跟百分之三的前面 本來就是不容易教 對不對 所以你的課程到底 你要教的素材 你的邊界 你的管理 對不對 你的那個所謂的反應機制 對不對 你知道 後面的小朋友 那家長根本不管小朋友的事 前面的小朋友是 對不起 你連吃個午餐在哪裡吃他都要清清楚 對不對 所以 那個意識性 那差異很大 對不對 其實真正 需要的是中間這一塊 可是這一塊 常常是 你根本看不出 你到底要給他什麼 因為他反應很 他的訊號是很回落的 所以這幾年其實 你看我花了 真的 光這樣講 就是 需要花四五年的時間 去模擬你的課程 哇 你能夠建構怎麼樣的課程出來 然後最後才進到學校裡面 真的像 像我們去年去爬何灣山 五百個人 對不對 啊 這種只有一個T4的 所以頂多一百五十個人 素材的課程 去年的話 接近四百個人 三百多個人 今年一定會更多 那你提到那個加盟店 是需要主動過來 還是你們有把信息掏給他們 我們有把信息掏給他們 對 但是我們在講的規則是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台灣教育改革已經十幾年了 那很多人一直在批判說不成功不成功 我常覺得齁 那是不是老師的 你去講不成功 那 那是你們家的事 可是我們是教育工作者 你還對面講不成功 那可是你又一直在這條 這條河流裡面 但是我們自己的解讀是 某種程度上其實它有它的價值的意義 因為它顛覆了過去一些想法的概念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是時間的問題 對 那其實我們不是獨創啦 就是說我們其實在談的時候 你看美國他們在教育改革 到了1985年的時候也覺得 整個都只是在行政改革 只是在做行政管理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反省的時候是 行政管理有何不好 因為本身課程管理就是課程能不能完美的 課程能不能達到課程設計者的完美的那一個境界裡面 課程管理本來就很重要 行政管理本來就是一個重大的議題 好啦今天如果台灣在教育改革上面 因為行政管理已經走到一個 一個比較成熟的那個level對不對 那接下來是要做什麼事情 是應該對於教育工作者 再回頭看這個整個教育改革裡面比較重要的 你光放過去不好沒有用 你應該談的是現在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其實我們就從普通人裡面 他在談的是 從1985年裡面 他們看到這件事情以後 他們就開始做一些事情 他們在做什麼 來自第一線的參與的老師的那個 那個聲音要出來 也就是說行政管理走到一個地步之後 接下來要談到 落實課程從第一線的老師的聲音出來 所以其實台灣也在做啦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工作幫 策略聯盟 有沒有 這種所謂的協作的概念 就是在談 從第一線實作老師裡面 能不能搭起一個平台合作 那也就是說 我們需要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在做加盟店 所以我加盟店的條件是 你必須要有第一線老師願意參與 為什麼 因為你手上有學生 今天人真正改變老師的 其實是不容易的事情 老師之所以 老師他就是 他過度性是很強的 我今天要教這個是我生命中的使命耶 對不對 你看那個語文老師 每次都要孩子背那些東西 你知道他 他要背那個不是只有說 他想要他還是會 那是生命裡面 他一種使命耶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希望讓孩子那些都要會啊 不會 我就是給你驚歹啊 我就是給你處理啊 對不對 只是後面的策略有點差而已啊 我覺得他其實是好意的 是不是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老師要變得很難 可是老師要變 話說回來 老師要變什麼變 老師如果看到學生好 老師很會改變 就是說 老師只要看到孩子 欸 我跟他這樣教他可以變得很好 那我就要這樣講 然後 我台灣的老師其實是很 很棒的老師 因為 他只要看到 這是對孩子有好處的 他其實有願意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們抓到這幾個元素 所以我們現在加盟店的要求就是 第一個 你來 可是你要第一線老師 你要帶學生來 然後呢 我們最強調一點是 來的老師不能只有一個 因為其實這條路很辛苦 對不對 你看 十八號 中午 全校的老師都去 去搜國逛街了 對不對 都去哪裡 去哪裡了 對不對 大家那天中午的時候 感覺到每個人的臉都是那麼 那麼榮光 放花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呢 我們就開始在這裡做課程說明 我們就要開始在這裡說 接下來我們要上什麼 每個時間點是怎麼樣 大隊的幹部 小隊什麼 那時候這一間教程其實黑壓壓的都是人 對不對 當大家都往大門口走的時候 我們要往這裡面走 然後把這些事情交代清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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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